用爱联手互午餐 食安危机互危机 赞 画面上就是基隆市正风处西手教育处 邀请到法务部连政署 基隆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黄冠杰等贵宾 一起来针对食品安全法令跟职安等项目 进行案件实力分享与职业安全监督管理分享学习 我想市场非常的重视我们孩子们的食品的安全卫生 那特别折成我们正风处 用连政的角度来切入 那希望能够为我们孩子们的食安的问题来做一个把关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基隆地检署的黄主任检察官 就相关的一些采购法令 还有一些可能食安的一些法令 来跟与会的这些校长主任们来做一个交流 代表市长来感谢我们联政署跟地检署 这么重视我们本府的食安联政平台 所推动的各项业务 那我想交易处的立场也要感谢我们正风处李处长 特别办了今天这个讲席 交易处只是协办 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职安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如何避免发生职安的问题 我想也是今天我们课的一个重点 那最后呢就是有建议就是说 日前社会上发生一些职安的问题 那当我们校长或我们主任 面与到这样的一个食安问题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审慎的来做一个处理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今年也推出了食安三件 我们包括说提高我们学生的一个 午餐的一个费用补助 然后引进HACCP的专家入校辅导 我们要让我们午餐的工作者 包含说我们的午餐秘书 还有我们也聘足营养师 午餐秘书的一个待遇也要着余增加 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个厨房的厨工 我们也要让他们能够待遇改善 也要留住这些优秀的厨工 我们一切一切的作为 都在于要提供给我们的孩子 一份安心健康营养的一个午餐 学童的午餐食品安全 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基隆市政府期许各单位 共同齐心努力 来打造最坚实的食安环境 让学生午餐吃得开心 家长安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